平行四邊形 A B C D 好 那我先講一下 關鍵字就是 A B C D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按照順序的喔 它是有按照順序 如果我告訴你 它如果只有告訴你有平行四邊形 它沒給你 A B C D 然後直接給你這四個坐標的話 那你答案就不會只有一個 OK 那我們看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就畫大概就好了啦 畫大概的 好 那假設這裡是 好 我就大概寫大概的啦 我先說如果有畫錯 你就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我這裡寫 A B C D 我畫大概的啦 好 那A點的話是多少 A點是不是35 對 然後B點的話是61 然後C點的話呢是-23 然後D點我不知道寫XY 好 那你如果知道D點的坐標呢 我先說有兩種方法啦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你從協力去看 從協力 比如說 A B 的協力 應該跟 C D 的協力一樣嘛 對 對不對 這是個方法 那我的方式是用更簡單的方式 我的方法是這樣做的 你可以參考看看 就是我會直接把 A C 我先找出 A C 的終點 好 那請問你 A C 的終點是多少 A C 終點 A C 的終點 對 還記得嗎 就直接兩個相加出 B C D 不用 B C D 你直接兩個相加出一個就好了 就是他們的座標相加出一個就可以了 哦 OK 這終點座標公式嘛 這個應該我記得第一張好像有加到 對 呃 這個答案應該是4才對 4 對 所以應該是1 2 4對不對 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的 B D 的終點呢 是不是應該也是一樣 對 所以 B D 的終點 是多少 B D 的終點是不是應該等於 2分之 X 加6 對 還有2分之 1 加Y 這個會跟上面一樣嗎 所以我知道我的 X 加6 對 我的 X 加6 應該等於1 所以我的 X 應該是-5 然後呢 2分之 1 加Y 的話應該等於4吧 對 1 加Y 等於8 所以對 1 加5 等於8 所以答案是7 這樣子 所以我低點座標的就應該是這個-5 7 哦 好 這樣會不會 這樣速度會快一點 因為他現在這個座標好像跟 我以前想的那個座標位置不一樣 呃 你是說我給你這個嗎 就是現在畫出來的 講義題 你現在新的那個講義題 有沒有跟這個不一樣嗎 哦 就是現在老師畫出來的這個圖 對 就是 A 是 3 5嘛 然後 B 是 6 1 對 可是這樣子跟 X Y 軸的 哦當然是 對對對 完全不對啊 就完全不對 所以我說我剛才講說我是畫個大概的而已 那事實上如果你真的要把那個圖畫得很精準的話 其實應該是要畫成的是 3 5 3 5 然後這裡應該是 A 這裡應該是 B 然後 C 的話看起來應該是在 呃 哪裡呢 我看一下哦 A 點 我看一下 呃 A 的話是 3 5 B 的話是 6 1 C 的話是負二 3 它應該是在 在 看起來應該應該是怎麼畫的 我看一下 好 我們畫精準一點好了 1 2 3 1 2 3 4 5 這個位置嘛 然後 6 1 6 1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 A 這個是 B 然後 C 的話呢 就在這裡 哦 所以 D 你看這個負五期就很 make sense 嗯 這樣子 如果你的資料畫是要這樣畫的 對 那我只說我畫個大概的而已這樣子 嗯 哦 OK 這樣可以嗎 OK 了解 好